龙科多毕竟是幻海沉浮越势极深的人 他从看守自己监护太监的态度颜色斗变之中 意识到红石要下毒手灭自己的口 因此乘机破釜沉舟地告这一刁壮 却又隐去了红石的名讳 以防颁不倒这位炙手可舍的阿哥 反而深入更大的毒刺 且这样一来呢 也把自己摆在了陨四党里 一个二等角色的位置 虽然仍存鸡大心 但仁楚绝境悲其不胜之情却是真的 雍正见他这般也不禁策然涕下 凉久才徐徐说道 论起你的过恶 朕将你复之灵池投悬国门 犹犹于罪 念你还有一念之心在君父上的 朕不追究了 回头给你纸笔 把你知道的都写出来 密封奏阵 你知道法度 这种事泄露到六部里 朕虽有好生之德 也挽救不下 你要慎之又慎 安生守法尊命 不要再生妄念 朕可以给你个天年 说完站起身来 看了看表 叫过索伦吩咐他 你留下膳后 龙科多不要住马厩 可以回他原来的政院里住 圈进院内不限的行动 这里守护的人全部换下来 发往 他犹豫了一下 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朱氏 朱氏一边听 早已经在心中反复权衡了 皇上 龙科多今天说的 不但势体极大 而且不是一时半刻 料理得轻的 这里守护的人 有两种处置 一是 直接看管的 全部发往密云 找一处黄庄 关起来互相告举 二 不动声色 各回园在衙门照常奉差 执手管太监 要由内务府看管起来 严拘谋害龙某的凶手和谋主 密奏皇上 然后再一处分 好 给龙科多换一身行头 看看成了什么样子了 朱师傅 咱们走 于是二人出门上马 雍正 拦着配声 沉吻道 朱师傅啊 你好好替朕想想 这有人是谁呢 回头 我们二人在谈 是 雍正君臣二人返回大内 正好四末五出时分 成心王云指为首 以下 允骑 允座 允姿 允陶 允巫 允鹿 允礼 等皇兄皇帝 以下 红石 红利 红咒 红瞻 红碗 七十多个子侄 还有三四个 与康熙同辈的老亲王 都已经齐聚在唱音阁水泻子对面的乐台上 乐台旁边 则是一大群俄妇 老的六十多岁 功倍哈腰 少的正当 籍贯 气宇轩昂 也有七八十人 这些兄弟们 女士们 难得聚到一处 都各自寻自己投缘的 请安问好 大说大笑的 窃窃私语的 指手画脚说事情的 乱糟糟一片人生啊 唯幕后 却是皇后 贫玉 和几个老太妃 还有几十个和硕 木轮公主 却甚是安上 只听 配环叮当 微壳声 监货有几句说笑 听高雄 扯着嗓子 叫了一声 皇上 驾到 众人历时 悚然摒弃 黑呀呀的跪了一片 台上戏子们 已经上庄了 连古板乐队 唱音阁供奉太监 也都齐齐 跪下磕头 齐呼万罪 雍正 见诸士 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笑着扯起他的手说 今儿个 指朱师傅是客人 大家随意一点 其实朱师傅 当年已常陪圣祖爷看戏 下头这些王爷 多是你的学生 也犯不着不安 都起来吧 三哥呀 来 朕和你 老十六老十七 还有老二十四 朱师傅 我们做投桌 其余他们早安排好了 叫他们 穿山 老二十四 叫云密 是康熙最小的儿子 今年 才十一岁 雍正登级不到六天 就封了被子 今天本来坐在第五席 雍正 越过十几个哥哥 点他做了首席 顿时招来无数双眼睛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他端宁起身 素贯整衣 月席而来 至雍正面前跪下 皇上 臣弟不敢 这里这么多的叔叔伯伯 还有几位老亲王爷 皇上台爱之情 我也不敢辞 可否就叫陈弟 言习 直胡 劝酒 好 好弟弟 懂事 雍正眼中 满是慈爱的目光 圣祖爷在的时候 你就做过首席的 你比红柱还小着几岁呢 朕正物匆忙 向来却一直惦着你 写的功课 朕都看了 很有进步 既这么说 就依你 轮桌劝酒 完了 还到朕身边来坐 此时满座人众 看着陨密 人物俊秀端庄 言语寻寻有理 都不禁字字称献 唯独云址 心里明白 当初康熙 在畅春园临终传辈 千军爷发之际 为口语不清晰 兄弟薄熙 就是这位六岁的好弟弟 口无禁忌 头一个叫出来 皇上说叫传四个 咬得死死的说 我听得清爽 如今雍正 要报这份情谊了 云指正胡思乱想 验桌上 水露果真 已经第一次布上来 四十张桌子间 太子们来来往往 穿梭般 暗序摆上葡萄 荔枝 西瓜 苹果 主菜只有八个 一大盘全猪肉丝 一盘羊乌叉 猪肉茄子馅 提纸包子一盘 船丝肥鸡一盘 醋溜白菜一盘 糟鸡糟肘子一盘 酸菜羊肚一盘 熏露肘一盘 加上四个银碟小菜 两个银罗尸盘小菜 每人一碗败子米干扇 一盘项眼小碗头 倒也把桌子摆得五光十色 琳琅满目 首席后 正中 供台上 供奉着太后明灵的 令家一桌 却是一千枚拳头大的 六月白兽头 白声声鲜亮亮的 十分惹眼 雍正 见菜品上齐了 徐徐站起身来 向供在身后的 仁皇后灵位 躬身三居 碾香磨倒了一会儿 回身到了座上 向高吴庸一点头 高吴庸立刻高声地叫道 开燕 开戏了 在锣鼓声中 冒戏开场 办了麻姑的葛世昌 双手捧着个硕大无棚的桃子 向王母献兽 戏班子班头掌柜 非也是的 跪了下来 双手将戏单子捧上 高吴庸忙接过来 转成雍正 雍正漫不经心地 浏览了一下 随手点了 天飞几世 和昼枣记两出 笑着对云指说 很好 母后生时 就爱看这些神魔戏 其实朕无所谓的 三哥 你也点一出吧 云指接过戏单子看了看 却点了木兰旧母 还有一出金丹大盗 金丹大盗 也还罢了 木连一戏 却是写其母 生前吃人喝血 恶业满盈 死后 坠入轮回地狱 不得超胜 木连 山入九幽十八玉 营救母亲的故事 虽说截杀极好 但这恶业二字 放在乌雅士的身上 也真是有点 不伦不类 雍正脸上 略过一丝不快 又说 朱师傅 你点 不必居神魔戏了 朱氏也是不爱看戏的 随意点了一出宝刀记 笑道 臣从不看戏 也不知这宝刀记 演的是什么 硬景成凤太后就是了 接着允鹿等人 也都点了 正戏开场 雍正便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他瞥了一眼 儿子们那一桌宴席 抖得一个念头升起来 莫非这三个孽种 如今唯鬼唯悦 在下头演夺底丑剧呢 龙科多 你是身居极品的人 八个还敢要挟他上船 这艘贼船 要驶往哪里呢 有人又是谁呢 他又想到外省民间 分传公为谣言 把自己说的随阳帝一样不堪 捏造的 有鼻子有眼的 顿时心乱如马 看看下边吃酒说笑 兴兴头头看戏的熏妻们 再看看高无庸身后 那群直着脖子看戏的太监 庸正油然而生 一股厌恶之情 只是按耐着性子 吃菜饮酒 搭讪着云直云露的话 台上只恍惚 见花花绿绿的人影晃来晃去 台词竟充耳不闻 云直和云露他们 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时而穿插说几句 经理这个班子好 那个班子败了 哪个班主使坏 用耳使坏了庆佑堂的 罗四方的嗓子 时而给朱氏解说 折子戏前面的来游戏文 连朱氏都渐渐看入了戏 雍正心里烦躁的坐不住 一边思量着起身离席 你们坐着 只管说笑看戏 几个老书王老皇姑那里 朕要去劝一杯酒 说着便向左手两席走去 郑亲王 简亲王 老果亲王他们 忙都起身相迎 此时台上 正眼混缘合 正是封神的故事 疏尔 鬼神乱窜 疏尔 烟雾弥漫 越发的热 那葛世昌办的赵公元帅 只从两丈高的踢顶 一个大转回旋 连番三四个筋斗 从空而降 落在台子中央 稳稳的一个亮相 扯着嗓子叫道 我好脑啊 二百多人轰然大叫 一个堂彩啊 惊得敬酒 刚回旗的雍正 身上一颤 此时 恰过红石红利一桌 兄弟三人 早已站起身来 鞠躬行礼 红利笑道 这个姓葛的戏子 今儿真卖命啊 年纪看去也不大呀 这没有三十年功夫 不敢办这一招啊 云周笑嘻嘻的 我网看了半辈子戏呀 交了多少堂会呀 总没有见葛世昌 这样的好角 生蛋净丑 泱泱出色呀 还要往下说呢 见雍正 瞪自己 才想起雍正 多次身赤自己 教堂会玩戏子 不务正业 舌头一伸 后头的话 咽了回去 红石微笑着说 红昼最会看戏的 今儿太后六十名寿 性格的 当的笑命卖力呀 父子正说话呢 台下忽然一阵哄笑 雍正回头看的时候 台上已经换了 正丹打子 扮了丑的葛世昌 在雨点一样的板子下 鸡不躲闪 却又装出 死命挣扎的模样 老生板子一停 便揉屁股 磨嘴的半鬼脸 逗得台下 前仰后合 那老生累得气喘吁吁 吹胡子瞪眼 你这物意不孝的东西 一板也打不着 真是弃杀老爹 之所寻根生儿 赋尽了吧 别别别呀 你老爷子 可别这么这样 葛世昌抱着板子 旧事发科 雍正爷刷新立志 这么好的太平日子 咱们爷们得好好过呀 再说了 万岁爷将来 还要办千艘宴 您不去讨中 服酒吃吃吗 您打不着我 那是因为 您在长州府 葛世昌在北京 那板子太短了 打死了我 谁还看咱爷们的玩意儿啊 饶氏雍正 秉性严谨 且心绪不畅 也被葛世昌逗得一笑 这个狗崽子的玩意儿不错呀 赏他二百两银子 这回子 先不用谢恩 待会儿散席了再过来 高屋雍厅 盲躬身 驱到台上传了旨 那般戏子越发大跌精神 连古板也打得格外的起劲 一时 魏莫伸出石牌 雍正便叫散场 他一边起身 笑着 对朱氏说道 朱老师有岁数了 不用再回军机处了 回家里歇一赏 明儿送牌子 进畅春园 由红十兄弟 陪朕到观音堂礼佛就是了 红十三兄弟 正接见葛世昌 发放赏银 几个门客 忙着帮他们散福陶 接谢恩哲子 听见叫陪家 忙着要下众人赶了过来 随雍正到畅音阁后 礼拜观音 他们这一去 这边一群人历时如释重负 王爷 太阳 气子混到了一处 也不忙收拾残袭 只是说笑逗趣 议论今日戏文 云指招手叫过葛世昌 哈哈哈哈 可嘉大 你那个亲戚 长州府的票逆 已经批出来了 不该谢谢爷们吗 是了 是了 我市场一溜小跑 大千笑道 这都是王爷和十六王爷的成全 方才三王也得小的透了分 小的这一出正丹打子 活就做得那么清爽 远路一眼瞧见李汉三 也在那边桌上 呼唇一笑 哈哈哈哈 今儿李汉三也来了 李汉三也忙过来 轰身一礼 是 是 又笑着对葛世昌说 哈哈哈哈 后庭花 今儿出风头见彩 我们难岁爷难得这么一笑 远路手上 带着个玉石大班纸 顺手丢给了李汉三 哈哈哈哈 这个赏你 李汉三 故作惊叉 后退了一步 哎呀 这是忌讳物件 王爷 怎么赏我 这个 几个人 都不禁诧异 远路说 嗯 这个 这是常代的呀 我从小代到如今 没听说 有什么机会 李汉三一本正经 我从大入京 就听人说 北京人 如今和福建人 一模四样 爱男宠 女的 月魁 妓 妨 妨 妨 男的 却有痣装 那些犯了痣的 就戴个大班纸 也是回避相好的意思 我没这个癖好 戴上这物事 不知道的 还到 我也有 龙羊之号呢 他没说完 众人也是大穴 云指 笑的捧着肚子说 哎呀 哎呀 红利养的这个仨也的沙才 连我们王爷都开起玩笑了 李汉三指着葛世昌手上的欠宝石大班纸 笑的弯着腰水 王爷留心 葛家的翻了痣疮呢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见雍正带着红石等人过来 才忙止住了 起身肃立功宁 大约在观音堂里静了一下 雍正心绪看去很安逝 一边坐了 见小太监端上冰块 自碾了一块 痕在嘴里 又命人 分刺众人 这才对葛世昌说 你的戏演得好啊 念打作诈都有根底 角色行当 办的也都够分寸 太后老佛爷在世 别无事后 朕随着行笑乘风而已 今儿几出戏 斗得朕也笑了 你不容易啊 葛世昌 没有想到雍正这么随和 原来帮得紧紧的心弦 松弛下来 连连磕头 万岁爷 小的们这点玩意儿 能入您老法眼 就是小的们如天的福分 老佛爷 见万岁爷 勤政爱民 有一点空时辰 还纪念他老人家 就为九天圣母心里 也欣慰云喜 就小的们这些下酒流 如今串乡走户 乡里的百姓们都富了 都说是摇天顺地 从来没有过的太平保暖日子 再加上风调雨顺 都盼着雍正爷万岁长生不老 这都是万岁爷 一片成效赶格了天地 连我们都跟着 战官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